左膀的中意 左翼人士 左翼人士 以身犯險 全民發聲 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靜音品味 逢星期三晚10時至11時半 MyRadio 由馬祖黎 劉翁 聲視醫生 城市再論壇 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辛亥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謝二芳 辛亥百年華滄桑的時間 好 麥兄 剛剛過了人民力量 在28、29 在烏溪沙搞訓練營 是的 有些人說這些是集思會 人民力量 我們這個叫新聞主運動 就是一個訓練營 或者一個起步 特別 那天兩天 我們差不多一百人 沒有九十幾個 九幾個人這樣 聚在這裡 大家就去一個努力震盪 透過努力 讓大家對於第一個 民主的路向更清澈 第二 未來的發展更為專注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香港的新民主運動 我們就由烏溪沙開始 踏進一個里程碑 踏進新的里程碑 這是重要的 其實到第二天 有一個分組的辯論 我負責其中一組 你也說了 也挺好笑的 因為每一位地區發展者都抽一個 就是每個人 都抽一個不同黨派 它代表一個不同黨派 就是大家互抽的 我發覺 就好像辯論會一樣 抽到民建聯那個 真是很入形入格 好像很容易的 我看到做民建聯 真的很威異 原來拋幾道歪論出來 就可以很大聲 就是只要用手掩著心就行了 掩著倫心就行了 我們分了幾個隊 民主黨 人民力量 新民黨 民建聯 自由黨 分別不同 最難扮演的是哪個黨 最難扮演新民黨 它面目模糊 你不知道為什麼是什麼 我發覺我們分了兩組 兩組的新民黨代表都沒話說的 我為什麼什麼好 反正我們覺得新的 新宅師兄弟相當不錯 挺好的 辯才也好 新力量 辯才無礙 口試辯級 都可以的 另外 6月3日 原來很多網上的老友記都叫人民力量 說今年六四 人民量的表 搞新意思 怎麼做 那就好了 大家都談了 希望在6月3日 即六四之前 人民量自己自立一個隊 搞些事情 因為新聞主運動 我們在營裏啟發了 年年六四都去維園 整個二十年 悶了少去 不如這樣 因為 當年八九民運 學生採天開門 坐正 包圍中南海 我們也來一次回憶 包圍中聯辦 6月3日晚上7時 就開始了 8時我們就會起步包圍中聯辦 怎樣包圍化 人鏈一樣包圍 人鏈一樣包圍 有沒有那麼多人 包圍一個中聯辦也不少人 所以現在我們呼籲一下 呼籲大家去出席參加 難得的 6月3日晚上我們在中聯辦對面 包圍之後坐正在對面 讓你睹眼睹鼻 即是會直達天庭 裡面的人就會說給上面聽 哇 我們被人包圍了 我們明天被民主包圍了 我們就會坐在對面 坐過六四 因為屠城那天就是6月4日晚凌晨 其實是6月3日 6月3日凌晨11點多 一直打到6月4日 就是11點多 所以我們6月3日舉辦的一個集會 其實都對的 時間都對的 我們到過六四 呼籲大家 有什麼內容呢 那個集會 當然我們去回憶一下 當年 好像有些影片 有些影片 播一下影片 可能找人讀學生的宣言 好像有426那個 426的宣言 不是宣言那個 是寫論 寫論 定性為學生運動是一場暴亂 對的 沒錯 我們找人學學園木的讀一下 當然我們不少找人扮演柴檸 我們說一下 是 還有學生宣言 好像高智聯的宣言 香港的朋友 很多人都忘記錄寫這件事 真可憐 我覺得中國人很羨慌 二十多年而已 二十多年 這麼快忘記了 不行的 我們希望大家 又回憶一下 吹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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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夠參與一下 幾點 幾點多 我們請大家 7點 7點半 到哪裡 包圍那裏 西區警署 西區行人通道 我們坐滿行人通道 現在8點半起步 合法 合法 第一我們合法 第二 現在民主運動絕對沒問題 OK 好 那好吧 有一個最新的 最近 選舉委員會 無緣無故拋了一條 規管網上電台 就是說 他們也管了 規管網上電台 這麼大膽 就是說要公平 要像其他的傳媒那樣 譬如 麥卿將來參選 我們譬如讀完 麥葉成 麥卿如果有 麥卿同區那些 都要一起讀完 那就是說 可能麥卿到時候五六個人 我除了說完麥卿之外 我又要說陳大曼 黃小明 諸如此類 這個有一個問題 第一 網上 你自己用攝錄機 拍完 傳上網也行 那YouTube算是嗎 YouTube也是 都是網上的 或者我自己在網上 我自己拍一段東西 放上去算不算是 都是網上的 那你怎麼管呢 還有 就不關人事 不關候選人事 就是別人的支持者 幫你拍上去 或者有些人靠害的 幫你拍 幫你拍 賭爆你 讓你競選經費 爆燈 這招 他不是說你爆燈 他說你不公平 是啊 不公平 只是提你一個人 提你麥議員一個老人家的名字 其他那些 那些都沒有名字 然後你就 有可能靠害的 幫你擺個YouTube 然後就去報名 報名什麼呢 報 I say see 報名 投訴 說你不公平 去宣威投訴 那這招就讀了 我覺得 現在政府沒有事情想 想完網上規管 又學一下我們的強國 我們的祖國 這個外強中江的祖國 害怕到連網上也害怕 大埔了 將來會不會 墨業城三個字成為敏感詞 在香港搜尋的地方找不到 找不到 說不定當然找不到 可能找不到 說不定很嚴重 所以6月9日有個資訊會 還有這個資訊會還在搞事 偷偷地 不出聲不出聲 沒有什麼人知道 就說6月9日有個資訊會 在哪裏有 好像都不清楚 好像在灣仔港灣道那邊 在灣仔港灣道 大家不為意 不覺醒的 好像你上去參考資訊會 其實 撐不到 網上也沒有 網上也沒有 香港政府也沒有說 選舉委員會的網上也沒有 他不知在哪裏說過 當你知道 當你知道 前兩天香港人網 召開武林大會 各界所有的網台 香港原來有百多個網台 我也不知道 有百多個網台 你自己做的網很簡單 跟著其他討論區 高登討論區也很厲害 香港討論區也很厲害 這些有關人事等等 香港人網就說 由蕭生召開武林大會 也呼籲大家6月9日 迫爆這個資訊會 要了 還有要告訴他們 大哥你這樣規管 第一 是不是在會戰呢 資訊會 應該在會戰 是的 你怎麼定義網台呢 你定義不了 你就很麻煩 譬如現在我們在這裡說 原來的伺服員是外國 那你告誰呢 是不是 你告MyRadio 不告我們三個人 或是告外國的伺服員 供應商 如果真的法例通過了 被人扣害 可以的 我們這個節目也打算做到10月多 麥兄 麥兄也是10月如果 有機會你報名 你就不能做了 不是 我們只是考慮當中 哈哈哈 哈哈哈 現在暫時不會 不要自己限制自己 好了 OK 6月9日這個 諮詢大會 請大家 迫爆他 我們都去 表示一下我們的意見 因為網上大家都有記 喜歡聽網台的節目 甚於聽這個 幾個發牌的電台 和電視台 如果網台有限制過 因為沒有生意投訴 沒有人看 也不是 我猜 由這次選舉 去將網台規管 這樣也規管 選舉是第一步 一開始 那網台有很多東西被人規管 遲些又有 會不會說粗口呢 語言 可能要發牌的 電視是規管不可以的 說粗口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好像我們上商台做節目 原來有一疊子印的 有什麼不可以的 有什麼不可以的 水射槍這麼長 看都看不出來 就像我們做節目一樣 有時候說兩句粗口 電台就被人告了 就發錢 好了 我們都會議了幾件事 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先說王興這個人 我們說說生日革命 革命已經成功了 武昌起義成功了 我想真的 說來說去 對我們 回顧回孫中山 孫中山其實都還沒整理說他身平 不過我想真的要講講 先講一些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又慢慢主角出場 因為王興和孫中山都是難兄難弟 兩個是很重要的人物 或者前卿又講講 王興究竟有什麼那麼厲害 那麼猛料又可以跟孫中山齊名 上一次謝卿就說了徐錫倫和秋謹和陳天華這幾個人 其實這幾個人都是長江流域省份的起義主持者 而王興本身也是湖南人 他也跟湖北的革命黨人有很密切的關係 王興其實他自己本身就在日本得到一個日本的朋友 叫做宮崎印藏這個友人 這個要讀得小心點 由他去介紹給孫中山先生 而當時孫中山先生 因為在日本 這次是第一次認識了他們 第一次認識 是1905年 是1905年 這樣的關係促成了後來同盟會的建立 同盟會建立了之後 其實對孫中山先生最大支持的人 同樣地都是王興 為什麼呢 因為同盟會成立之後 其實在初期來說 是有很多內訌 同盟會人的想法都不同的 有些歷史學家研究過 同盟會組成之後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包括是興中會 華興會和光復會 而當時孫中山先生被選為領袖 其實基礎是不夠的 為什麼不夠呢 就是因為興中會當時在壇香山已經被當時的保皇黨融化了 就是興中會裡面的重要人物都全部慢慢轉為 就是把事轉 是的 保皇黨的人 所以孫中山先生在同盟會裡面的領導地位 其實是很靠其他盟友 包括王興的支持 所以在辛亥革命的前夕 就是民國建立之前 其實最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就是王興 尤其是在孫中山先生牽涉到一件跟捐款有關的事件上 其中同盟會裡面有一個重要人物叫做陶成章 就是指揮孫中山先生受賄 然後把這些錢拿到哪裏 而當時陶成章就聯合了 想聯合了王興 但是被王興一口拒絕 這個對於孫中山先生作為同盟會的領袖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忙的 其實呢 錢欣然說到 我現在簡單介紹了王興一個 就是革命 生日革命 武昌議之前的簡單生命 就是跟孫中山先生的關係 其實在這個其實我們都 以前有說我們議題開始的時候 孫中山和王興 我們都標題叫做恩怨情仇 恩怨情仇 其實革命當初來講 其實革命就是孫中山發動 起動 那個時代背景 1895年開始 已經開始第一次革命了 不過是廣州不成功了 死了六號東也死了 是的 他的朋友 然後真的是 最後開槍了 真的是動的 就是第一次為州之役 1900年真的打了第一次為州之役 整個時代背景的時候 1985年就是 鑑子戰 1900年就是八國聯軍之役 八國聯軍 中環其實嚴格了王興的出場 就是剛剛說到1903年 1903年就是真的開始搞革命 有革命的風潮 其實王興他本身 組織那個華興會 華興會嘛 其實王興在之前推特 其實王興整個新平來說 他也是一個富家之大 他是一個秀才來的 是文人來的 原來他是 某個程度上他也是 讀晚清八古文出身 傳統的風潮出身 可能尤為都考不到 受罪退一夜就考到 多厲害 是 其實他整個新平的前半段 就是由惠州至1900之前 整個革命 我想大家也要理解 各父鼓吹革命 從香港開始 然後楊巨雲 一班人又買槍 他們說老友去革命好 推翻滿清 然後老友去推翻滿清 孫中山其實在整個階段 就出了很多 我想他是長於一個 說服他 還不可以這麼說 招募 孫中山是一個憑其三寸不爛口舌 去鼓吹革命的 但是他真正沒有上過戰場 是嗎 歷史上有一次 鎮南關之爺 真是名字很威風 但是 還是開炮 但是如果相比 很多人說不是 黃興就真的是一個 在二南開炮 真的喜歡帶兵打仗的 沒錯 雖然他是一個文人 他這個文人 是一個武將 但是他很喜歡練武 他喜歡打仗的 跟軍人走得很遠 所以在329那場戰呢 我先不要說329 先說之前 因為329是最均烈的 黃興基本上最激烈的 就去329 然後就是楊夏之戰 武昌起義之後 武昌起義之後 他打了兩個月 這個真是一個大戰役 整個革命大戰 他什麼時候成名呢 黃興出場1903年開始 他真的見孫雄山在日本 日本見孫雄山的時候 就在1905年 正式第一次認孫雄山 可能聽過孫雄山很多次了 在長沙 他也讀書 在武昌 兩湖書院的時候 兩湖書院 兩湖書院讀書院 都認識孫雄山 認識革命風潮 聽過名字 聽過名字 但他也是比較一個 模糊 模糊一點 孫雄山其實一開始 1905年開始 已經鼓吹革命 接著 孫雄山很厲害 譬如說阿哥 阿哥就 整個龍場都給你了 一千頭豬 一千頭馬 一千頭羊都賣了 其實孫雄山整個革命 基本上最厲害的 去說服他人 家人 第二就是 捐款吧 麻煩你 捐款救國 籌款 籌款經常問人借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整個 在一個財政上 去想錢的人 是呀 也就是因為這樣 就很容易被人擠濕了 就是被人家說 喂 為甚麼叫孫雄山 叫孫雄山 叫孫雄山 問題是這裡 問題是說 2005年 整個革命來說 是一個低潮的 因為除了 剛剛2005年 是同盟會 同盟會 其實是一個高潮來的 同盟會是2005年 開始在日本 王興 經過介紹 有一群日本人 一群聖美 宋教人一起 還有江復滿 張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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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炳麟 張炳麟 同誠章 那群 那群人 因為清平追殺得厲害 劉師傅 大家就在日本 孫雄山剛好 美國回到日本 是 於是大家就 在日本組織起來 是的 本來叫同盟革命會 不如掩人耳目就叫同盟會算 是 叫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 孫先生成為總理 國王興成為協理 副總理 其實會不會那次的組合 孫先生可能未必有問題 因為他都藏著革命領導的身份 是 沒錯 又有財政權嘛 人家信他捐錢給他 我信孫先生的 如果國際知名的是他 最重要是國際知名的 國際知名又會英文呢 英文也好 黃興呢 我想是會日文多些 對黃興學日本 學日本 英文懂不懂呢 英文應該就不懂了 楊文就應該少一點 孫雄山 孫雄山是好多了 對 孫雄山的時候不用讀英文 對 白古文 那整個會不會 他就是 即是國際知名度 他不夠孫雄山 孫雄山正如廣東的問題就是 他抱著會不會是輕忠會 輕忠會也是會長 他拿著輕忠會會長的身份 不過人多就是華興會人多 亦有另一件事 如果通緝 其實是通緝孫雄山的 是個式女生 是個式女生 對 因為美國被人拍了一張照 對 於是又不知道誰叫孫雄山 但一鋪去美國就被人拍了一張照 唐家被人拍了一張照 清廷又拿著一張照 通街找孫雄山 對 以前的視頻技術都不差 反過來 黃興當時來說 他雖然參與過很多戰役 但是沒什麼被人通緝 他還沒有 他去河內 去當時越南 孫雄山不可以入境 但是呢 黃興可以入境 相信連香港都來不了 還敢觸來 黃興還可以來的 他去到哪裡都被人敢觸 是啊 在日本 唯一日本就好 但其實當時日本也出現一個問題 當時的問題就是 日本是一個剛剛好 那個首相 我忘記名字是友彭 日本首相 剛剛下台 伊藤博文上台 1905幾年 應該是1905年上台 05年上台 伊藤博文上台 伊藤博文呢 這個首相就精通中國 去法國 咦 不要啊 大清主政 對日本有利啊 所以當時他不是那麼支持什麼 驅逐不有出境 送錢給他走 送錢給你走 管你走不好意思嘛 送錢給你走 你革命的意思 只有無人派船費給你 對呀 要走呀 要搭車就搭船 然後就鼓勵一下 孫生先生回去內地搞革命 就給了一萬元 其他的 就是一萬日元 其他的商人又給了五千元 於是就一萬五千元 就在孫生手上了 就是大家給你勞費嘛 給你勞費給船費 當時沒有飛機 剛剛就是這一萬五千元 就出現了第一次的爭拗了 張秉倫當時主持民報的 即民報是同盟會的刊物 他就說孫生先生 你有錢你當然給我啦 於是孫生先生說 好吧 我說給你錢 他給了多少錢呢 二千元 他給了二千元 於是張秉倫說 二千元不夠啊 我這麼多兄弟 張秉倫說不行 要一萬元 孫生先生說 我一萬元 那我的錢怎麼搞啊 我怎麼支持其他革命啊 所以在這裏有個爭拗在 其實當時有個賭孫朝 是 由於第一次的賭孫 和第二次的賭孫 第一次賭孫 發生在107年 107年 3月4日 當時 這幫寶王派 張孝炎 張繼 屠成章這幫人 在潮州和惠州起義失敗之後 就叫孫生 把錢再分割 對啦 那 那些漢價費 還有 那些錢去哪裡啊 那些錢去哪裡 你都沒得拿出來 要求就罷免 罷免總理這個職務 當時也搞得很厲害啦 會成風雨啊 OK 或者我們下節 下節啦 也有很多話說 好 下次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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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